他等我第七天啊 全部都要吃完以后 他婆婆突然就说 媳妇啊 我以前真的对你不好 可能我听了外边的人 嘟嘟嘟 嘟嘟嘟 其实啊 你的心太好了 我告诉你啊 我用祖传留下来 我妈你都会运动一个红珊瑚的转戒 我要送给你啊 这时候呢 他就跪下来想 糟糕 七天到了 他就说 我的婆婆要给我红珊瑚 哎呀 是我错了 我给他七天的 四十七天的都是毒药 他就放声打哭 他说 婆婆 你的戒指留着一下 你给我一个小时 我带你回来 你就赶快跑 跑到药店里来 老板 老板 赶快给我剪药 给我剪药 我婆婆对我太好了 我以前真的误会他了 对不对 怎么办 我怎么可以堵死他今天呢 他今天把祖传最好的红珊瑚戒指竟然给我了 结果呢 一直跟他说 我给你的不是毒药 是毒药 那时候他就放声打哭了 他就知道说 原来一直我要毒别人的心啊 其实都是心自己所变现的 知道吗 这个不是很错 所以 婆媳之前有误会的时候啊 真的要空空 不要假假的 对不对 你看他本来是起恶心啊 要拿毒药 害他 结果呢 他又要了一个 还到观世音菩萨 大悲心的医生 给他的是好的药 结果他不过呢 越吃越健康啊 因为这样 他才知道说 其实 以前我一直嫌弃我的媳妇 其实他也没有那么坏的 其实他心很好 你看 慢慢两个人就不会呢 硬碰硬都看对方的缺点 慢慢转过来 两个人看对方的优点 所以最后呢 婆婆跟媳妇就变成很好的一家人 这故事要好好想一想 所以 我们看到一切都是违心造的时候 你要了解 注意听 当你看到东西是不好的时候 其实不是外面不好 是你的心不够好 再讲一遍 当你看到 像很多人从那边看到别人的是非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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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讲不好听一点 听了这个故事以后 是你的心啊 专门都讲一遍是非 为什么人家好不好人都没有听到 都专门听是非呢 是因为你的心是是非心很多 好 这一段很重要 所以我多说几句 好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要了解 一切都是违心造的 然后呢 我们要超越这个能所的执着 不做意是佛子行 听好 不做意是禅修里很重要的 在大圆满的大所灵里面就完全放松 我们的心平常崩得太紧 有太多的执着 忧虑 牵挂 妄想 执着等等的 你只要把心放松 他说 自然你的佛性就会陷钱 这个叫做不做意是佛子行 那当你讲完这一段的时候 师傅 你讲得很精彩 可是我昏到境界的时候 我开始生气怎么办 最近 今天又有个新功课 每天呢 不管你做什么功课 结束的时候 念二十一遍波日心经 小朋友念七遍 有打折 大人要念二十一遍 就念佛人波罗密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生 佛人波罗密多是灵 自己念 每天再念二十一遍 你慢慢念慢慢念 你心中就会升起空性的智慧 然后呢 你碰到境界来的时候 你才知道 其实不是境界不好 是我的心不够好 我们反复碰到境界都是这样 碰到境界都是你错 我没错 师父 都是他说 我没错 我跟你讲 就是你错 我的学生 我也就是要教他 你要想 因为我做的不好 所以别人才生烦恼 你要有忏悟的心 因为我的不好 所以别人才会生烦恼 不要总是觉得别人都不好 其实你自己也不怎么好 知道吗 真的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不管你做什么功课的时候 早上念 下午念 晚上念 都可以 念二十一遍 拨人心经 然后呢 你再念 这样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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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中执着就不会那么深 你就会看到自己的心 好 接下来我要讲一个故事 可以用一些 讲过文章 好 韩国有一个原响大师 他是很了不起的 我要讲的故事叫 一切有心脏 有些人有听过 没关系 大部分人也都没听过 不注意力 原响大师 他是韩国人 尤其现在的朝鲜 他在中国唐朝的时代 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高僧 他跟他的师兄 出了家以后 要追求人生的真理 想要去中国唐朝去求学 因为韩国当时 他们是要用走路 要搭船到中国大陆去求法 这时候有一次 他跟他的师兄出去 因为一路过过走得很远 前不找店 后不找面 晚上没有地方住 以前的出家人都睡在哪里呢 树底下 或坟墓间 以前的出家人是真的这样 那旁边找一找 刚好有个梦子 就是坟墓 他就拍一看进去 这刚好有个洞可以进去 原来一看 哎呀 刚好有一个人往生了 今天刚好入葬 那他的家人呢 就来做入葬 结果有很多供妇 那时候 袁晓大师呢 就跟他的师兄说 哎呀 这么晚了 我们肚子也很饿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谢谢这位 已经死掉的师徒 我们帮他送送经吧 他就念 跟念大悲咒 还有念心经 他就念 他们念的呢 跟我们念的差不多音量 就一直念一念 念完了以后 他就问一句 他就说 师主啊 凡真你已经死俏俏了 你不能吃呢 这些东西就供养我吧 我带你吃吧 所以他们两个就高兴啊 就吃了吃了 吃一吃呢 韩国元朝那时突然捏到了 因为吃太快 他们肚子太饿了 结果他 师兄赶快赶快拿水来 结果呢 师兄就冲出去了 就拿一条水来 就喝一喝 喝了以后 哎呀 谢谢你 你真慈悲 真的救我一场命 否则呢 我会噎死 结果呢 他们吃完饭以后呢 又在诵经念一念佛 就回上给这师主 晚上就睡觉了 睡觉了以后呢 就哦哦哦哦 天亮了 天亮以后呢 他就起来 他想师兄啊 师兄该上路了 对不对 我们继续去脱锅 继续去寻求真理嘛 然后呢 他早上起来呢 庞主是想要洗一脸嘛 就刷牙 就说 诶 师兄 我昨天差一点呢 噎到 你不是帮我拿的水 给我喝吗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去找一个水吧 他就出去 他就说 我带你找 昨天就是在这里 结果走不到三分钟的路呢 他就看到一个水池 他说水就在那边啊 走走走走 那他们两个很跑 抱歉 不高兴啊 就要洗一颗 一抬头一看 哎呀 那边有个哭的头啊 上面呢 敞满了区区啊 这时候呢 韩国瑜导大师就问了 你昨天看他的水 就是这个水吗 你死了 也就是这个水 那那个师兄 完全那个肚子都吐出来 可是韩国瑜导大师 他是有三分的 他才知道说 一切是违心造的 我昨天并不知道 这个水是肮脏的 你看 我还把他这么干美 当了他救了我一命 可是当今天太阳看到的时候 我看到的事实这真相 却是一个尸体 尸体上面是虚蛆 而且这水根本是不干净的 可是我昨天还是很想去嘛 可是我也没有命啊 可见干净的水跟不干净的水 都是什么 心变的 当下他就开悟了 后来他就跟师兄说 师兄你去躺草吧 我不去了 身不大地 佛陀讲的东西 就是一切违心造而已 他就开悟了 请问各位 如果是你 会不会继续喝那个水 不会 所以你穿不了我 再举一个例子 你又到了印度 Varanasi Varanasi 你看印度教的人 印度教的神性 一生在温和时一次长 来一生就会回到天上 你知道 你这次去过的人 会看到上面烧尸体 中间倒垃圾 下面洗鼻涕 后面的军洗洗澡 军在喝啊 从西方的角度来讲 军简验是好几百万戏剧 可是为什么他们不会生病呢 因为他有精硬的信仰 他认为这个壳表面上看起来是肮脏的 但是这个横河之水是从泛天而来的 我一生能够在横河洗一次澡 我将来灵魂就会回到半天 所以他们呢 也就是说 以现代话来讲 有坚强的信心 所以心的力量很大 当然用科学的角度来讲 去画一样 有好几百万细菌 为什么呢 他们已经长生不老了 都可以抵抗细菌 可是我会告诉我们去朝圣的人 或是外国的观光客 去喝了一点水 我跟你讲 十颗细菌你就拉肚子了 你就送医院了 可见心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了解吗 所以一切是唯心而所变现的 请看故二 后得胃对质与吃分二 四十页第二十三 请依余乐静修如唤行 注意 看看那篇 快乐的境界 你也不要太兴奋 是假的 都是心变的 都是心变的 如幻是叫如梦如幻 下面好比喻 像彩虹一般 彩虹一般 彩虹不太亮啊 但是呢 看起来是假的 了解吗 好 请看二十三寿 说 事若慧玉月易静 因观修辱下水龙 虽见美丽不值时 且断贪佛子琴 请把虽见美丽 当我们有幸 看到你觉得很舒服 很满意的人事物的时候 你要知道 美丽也是暂时的 美丽也是假的 就像夏天的彩虹一般 显现出美丽 但是雨过天晴以后 这个彩虹也会消失的 面对这种乐意的境界 你把它当作不是真实的 这时候你就可以控制你的心 所以帅哥见到美丽的时候 他心脏不会犯过坏的 因为他知道死的时候 也是哭鲁头的 何况他是别人的太太 或是他是别人的女朋友 当然就对人家要有恭敬心 所以因此断除对他的看着 是很重要的 有关这一点 佛子们应该要特别的去实践 这是讲 好 请看幻灯片 这是黎波和朝圣的 满月大佛塔 下过雨后还有彩虹 彩虹很美啊 佛经里面常常用空性 用什么 虚空 彩虹 还有云 举个例子 我以前教书的时候 常常带小朋友出去交友 我们躺在山坡上 我就会问小朋友 请看天上的云 它变什么 有人说变咕咕车 有人说变成棒棒塔 有人说它变成一个小白兔 有人说它变我最喜欢的巧克力 有人说我最喜欢的冰淇淋 有人说这后什么都没有 这个小朋友虽然天真 但是他讲的是狗坊 听看我们现在坐飞机 大家都知道 从任何一个国家坐飞机 飞机都会起飞 当然现在飞机为了安全 一定把窗户关起来 你假想一下 假如现在飞机窗户是哪开 你手可以伸出去抓到云的话 其实你看到什么都没有 这个叫做空性 知道吗 就像夏日的彩虹一样 虽然很美 但是是暂时的 不是真的 不是永恒的 再讲一遍 暂时的 不是真的 不是永恒的 你这样提醒自己的话 你就会控制自己的心 你会觉得 众主我现在得到快乐了 享受到快乐 然后呢 你会失去更多的 付出更多的代价 我最近才知道 法战党好像很流行 叫包二奶 对不对 新加坡的太阳 法战党怎么 你奇怪 怎么没有包二奶呢 对不对 其实这样是不好的 这是违反古界的 你这样的话 你会有很多恩外情的 所以作为佛教徒 要宁可拒绝 做人家的第三者 整个对方男生女生 真的喜欢你 要等他离婚以后 你才可以结婚 不要占人家的便宜 这样的话 是不好的果报 知道吗 因为一切东西 都像彩虹一般 看起来是美丽 你会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 所以好的东西 要修如换行 接下来 几二 四十一 也定黄 几二 与苦尽也要修不换行 请看记诵二十四 诸苦犹如孟子死 妄之时有独真 故于遭受为原始 当世为妄佛子行 刚才说 好的东西可能我们会比较欢喜舒服 可是遇到不好的机会 比如人家欺负我们 侮辱我们 讲我们的坏话 然后讲我们的是非 或讲我们的八卦 当然你会很不舒服 注意听 在后面六度波罗宁 讲要忍入波罗宁 忍是指控制你 不要起恶念 称心 但是一直忍 忍 忍 最后会补山爆发的 这不是究竟的方法 接下来忍了以后 你要把它消化 要修什么 然后 如唤醒 你想人家冒了一句 叉叉叉 师父不能不再讲 接着说话 叉叉叉 冒了一句 你很不高兴 我是叉叉叉 那你问什么呢 人家讲一句 对不对 就过了 来 我们帮我 帮我抄个大劲 注意听 拿个劲 抄一下 动一下 这样 用力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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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多的人也听到 可是你看 敲完现在有没有声音 没有 假如这个声音是真的的话 它就会一直嗡嗡嗡嗡嗡嗡嗡 整个房间里面我们就不用讲经了 知道吗 可是声音有开始也有结束 表示声音是假的 假如它真的的话 应该是硬邦邦的 整个晚上大家都在哆 这是真的才是这样 可是咚的一声 它开始出现了 当声音结束的时候就消失了 所以同样的我们遇到人家骂我们的话 或者讲我们恶毒的话 或者讲我们的话 他讲的话就像声音一样 咚 弹的一声 人家骂你呀 叉叉叉 你为什么你把它执着了 把这个叉叉叉翻起来 放到心里 我是叉叉叉叉叉 所以你就气一整天 你声音已经过了吗 你懂吗 这个教书如幻醒 这很重要 要好好去想这个道理 学佛要去想这个道理 否则呢 你一直压一直忍 你是不能解决问题 其实你把它当真的 所有的声音 所有欺负你的东西 都是夜跟烦恼的显现 你要想人家骂我从两个角度下 一 那个不是真的 二 你不要去计较他 三 我还要有慈悲心去包容他 他就是不叫佛教徒 所以他不知道如何 你这样思维以后 听到想一想以后 你的心就平静了 假如你真不能平静 我就教你坐下来念 观自在菩萨行行 过得多容易多行 你就念心经 念一念以后 你会感觉 刚呆的气啊 也什么样好 没什么好气的 你火上交流的话 它就更起 你不记得说 你念心经的时候 或你念的观世音菩萨 念久了以后 他的这个声音就消失了 所以这个叫做 与苦尽修不化喜 所以看这里 请看几次 四十一页 第十四 各式各种一样 别人对我们的痛苦 其实就像在梦中 梦到自己产生的儿子 又在梦到自己的儿子 在梦中死掉 欲望不死 到这里这一块 他这个例子是什么 有一个人 他一直很想生儿子 他还一直想生儿子 他跟太太呢 也试了很多方法 也看了很多医生 结果呢 就是没办法生儿子 当然没有办法生儿子 其他没有福报 或是因缘不具足 结果突然有一个 他做梦吧 梦到哎呀 在梦里面 我的太太叫老公 你的儿子长出来了 他非常高兴 结果令他太高兴这样子 抱一抱抱 蹦着他一掉下去了 还是摔死了 所以他就放声大呼 说糟糕 竟然我自己杀到我自己的儿子了 结果他在哭得很大声当中 突然就醒了 他老婆说 你刚才在做什么 发什么梦啊 他说 我刚才做梦 梦到你生了一个娃娃 猪头 哪里有生娃娃 没有生啊 这个故事是这么来的 是说他一个人很想一直生娃娃 结果梦到自己的娃娃 很高兴 可是喜乐即生悲 不小心孩子就掉下来 结果梦中孩子又死了 那请问 他到底有没有生娃娃 回答我 有还是没有 有还是没有 没有 事实上是没有 所以他想太多了 我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所以他梦中事实上是没有生娃娃的 所以他也没有生生 可是呢 我们啊 遭受的痛苦 就像这样一样 是虚幻不实的 请看下面 而鱼迷的凡夫 却放作呢 人家伤害我们的这些痛苦 当成真的 却把虚幻的幻象 错误的 以为当真的 就像你在梦中 当作你好像有娃娃一样 其实是没有娃娃的 因此就 雪上加霜 大家知道 下雪 雪加乐的越来越厚 就变成霜 霜就会结冰 徒增了无量心灵的疲惫 无忧 由此可见 当我们受到各种不顺缘的时候 你应该心静下来 念念佛 念念波日心经 把它们看成 不是真的 是暂时的 是会厌的 有关这一点 你常常这样修 这样思维 叫于苦尽修如换行 所以二十三寿跟二十四寿 请做个记号 是整部 佛子行三十七寿 这两寿 最重要最重要 再讲一遍 二十三寿跟二十四寿 是两寿 最重要最重要 意思说 从六度瓜坑里面 你要跟波日波如蜜的空性相应 请看半生片 这是五台山 你去朝五台山的时候 这是大白塔 这个 大白塔到冬天的时候非常冷 他们有半年都是积雪的 半年积雪的时候 在还没有下雪之前 山上五台山的师父都要下来 先准备好冬天的倒脸 米 油盐 干脸 然后到山上去闭关 因为一封山以后 半年都冰天雪 地动冷下 所以这是五台山下雪的雪景 我用这个意思是说 假如你不了解史实的真相 你已经很苦了 结果又抱怨 又造火业 又苦上加苦 就像下雪越下越多 最后下霜 可是呢 虽然雪跟霜盖住了 可是你看 这个大白塔跟寺庙又没有垮 这个大白塔跟寺庙没有垮 代表什么 你的本性是没有减少的 所以心经才讲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争不解 这样听懂吗 各位有没有懂啊 所以有一点懂啊 没关系慢慢思维 我想多听几天的经呢 你会慢慢开智慧 我这次这次来 我就会发现 把弹道的脸有智慧有增长 慢慢来慢慢来 有些地方是很深啊 佛法有个深的地方真的很深 你要去思考 告诉自己 不要发脾气 不要发脾气 绝对不要发脾气 因为它不是真的 它是讲的 它会变的 背起来 再这样一次 不要发脾气 不要发脾气 绝对不要发脾气 因为它不是真的 它是讲的 它会变的 讲完以后来不及的话 那你就会知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改变的时间空间 你就不会发脾气了 或者你伤发脾气 永远是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这叫 于乐境也修如幻喜 于苦境也修如幻喜 如梦如幻的这个 如幻喜修 可是你的本性是不生不灭 为什么不生不灭 所以看这张图 到春天来的时候 这个雪就融化了 可是乌子不会狂 了解吗 假如这些东西 真的会伤害到你的本性的话 那应该说像蛋糕一样 对不对 雪融化的时候 大白塔跟寺庙都会狂 可是事实上它没有狂 这样听懂吗 这个比喻是很不错的 好好去想一想 虽然你有贪春之的烦恼 可是你的本性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这是如半行的 这个圣生的道题 接下来看 秉赐 秉赐八行菩提心 当修六度 好 在讲菩提心之前 我要补充一下资料 是告诉你 我为什么要发现度一切的众生 很多人说 哎呀师父我听到佛法很好啊 众生很难度的 我为什么呢 一定要发现度众生 众生那么多 有好人 有坏人 有缘的人 没有缘的人 我要全部的众生都回来 躲在那里操作 那太辛苦了 为什么要发现度 无量的众生呢 你要先知道 因为有几个答案 第一 众生无量节来 跟你是生生世世的家人和父母 第二个 众生跟你是一体的 就像右手跟左手 左手受伤了 右手帮他贴OK棒 然后包扎 完了以后 右手会跟左手说 你要给我钱吗 不会吧 为什么呢 右手跟左手 是来自同一个身体 当你在做梦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的人 跟别人的 可是你开悟的时候 所有的众生 都是你家的众生 这样了解吗 所以 发愿度无量的众生 是因为要扩展你的心量 破除你的执着 增长你的大悲心 所以 纵使你阿弥陀佛的人 要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发菩提心很重要 可是我发现 现在很多年 阿弥陀佛的人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他只有一向专念念佛 可是他却没有检查自己 有没有发菩提心 你没有发菩提心 你讲真话 是不太容易去西方极乐世界 绝对不是说 我自己觉得这个世界很苦 我自己躲到极乐世界去 赶快跑 错 这样是想成心 是去不了极乐世界 你要发 哎呀 我跟众生都很苦 我现在没有办法帮他 我将来帮他 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宣成佛 将来度无量的众生 这个才是菩提心 所以以下 从四十一页到四十二页 我要发一点解释 为什么菩萨要发心度无量的众生 因为要先知道众生是很苦 还有众生跟你是一体 了解吗 好 请看 在四十一页第二十二章 慈悲怜悯众生发苦心 有苦装事情可以让你生起慈悲心 一 见到众生被独民所缠服 就像残宝宝一样 越多越多自己的烦恼习气 脾气很大 称心很重 贪心很强 所以就像残宝宝一样 越残越紧 这叫独民所残服 二 见到众生造了很多恶业 然后你劝他 他就不听 为众苦生老病死的苦恼 而残服 人生下来有八苦交接 很多很多的苦 你觉得呢 看到众生觉得很可疑 第三 看到众生 你劝他不要做坏事 可是他却不听你的话 像小朋友一样 像年轻的小朋友一样 叛逆 就是想到外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造了很多杀盗凝望酒的恶业 当然这个恶业 可能有时候来自于自己的烦恼 有时候遇到恶友去做坏事 第四 也看到了很多的众生 造了很多很多的众业 最后呢 家破人王 欺凌子散 也想帮忙 可是呢 他却听不下你的劝告 第五 见到很多众生 你叫他来学好好的正法 可是呢 他却不相信 他却相信奇奇怪怪的 这五类的事情 让你觉得众生不度 好 接下来看 笨灯片 第一个 菩提心像什么 像灯塔 台北101大猫 你看啊 晚上的时候呢 他就在全部的地方呢 会走 那在跨林晚会 我想啊 新加坡 像哈嘎 或是纽约 或是台湾 全世界的大都市呢 都有放烟火晚味 Five 我拍这张照片子告诉你说 就是说 菩提心啊 就像一个灯塔一样 你发现了救命一切众生啊 就像黑暗当中啊 有一个光明的灯塔 这个会引导很多众生 申请摄善法戒 摄善法戒是戒律里面的三种 第一个叫摄律一戒 第二摄善法戒 第三饶益众生戒 就像这个房间里 假如突然现在停电了 你第一个你怎么办 你很紧张 那工作人员会怎么办 赶快去找蜡子 对不对 或打火机 或是手电筒 你慢慢摸 摸到电了 看看这个保险是有没有烧坏 没有烧坏的话 开关重新再开 结果开关一开的时候 它灯有亮 你就不会紧张 同样的我们的众生也是 在生死轮回的大海里 若没有听到佛法 就像在黑暗的房间一样 其实它是很口拒不安的 在黑暗里面 你走过来走过去 走过来走过去 都会撞到很多桌子跟假的 还有银子的 所以 佛提心的功德 就像灯塔一样 可以引导一切众生 产生善法跟善根 再看 佛提心 下一张幻灵片 也像正宝的灯塔 当你人生迷失的时候 你要有佛提心来引导你 你才不会走错路 就像最近几天我讲经 我也花了很多时间 贵客 有很多联谊就很有善根 他人生碰到胡闹 他起码会来问邻友 来请教师傅 这样子的话 你就像有个灯塔人给你建议一样 所以 但是 你要建议别人之前 你要先点亮自己的 菩提心灯 所以在寺庙里面有时候共修 为什么叫点灯 点灯 不单单是种点而已 但点亮你心中的智慧光明灯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 接下来请看 八福离心经会说 请看 四十一页第二十四行 什么叫做无名所福呢 为什么众生常常被堪称之的烦恼 还残服呢 今天有位可以说 师父为什么我的党工脾气这么不好呢 为什么我的太太就是这么唠叨呢 因为他们有烦恼所残服啊 下面请看 一 见诸众生为痴爱所疑惑 他受过很大的苦恼 所以他就为无名所残服 第二 有些见到众生不相信因果 造了很多恶业 你劝他他也不听 所以他就很苦 第三 见到众生呢 舍离了正法 盘充去相信那些奇奇怪怪的 像三世因果的 或是架降头的 或是呢 看神通的 看感应的 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 是会付出代价的 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 台湾也有了去看三世因果 就看了以后呢 他问他说 我要求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求到了你可以买我的院 我要求发财 我要求赚钱 他说好 我买你的院 那他回答说 你我要得到的话 我什么都给你 他说好 你说的 结果他后来升官了 发财了 结果呢 太太死亡了 儿子车祸了 因为我要自杀 为什么 因为你答应过一时多 我什么都给你嘛 他要你家人的命啊 这是真的 所以你不要相信这些 假如你万一发生的这段事情 你再来求师父 你是来不及的 了解吗 所以你不要相信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佛告诉你 你今天好的是也自己修来的 不好的也是自己造成的 就是透过忏悔 好好的修持 看起来是很慢 这是根本的方法 假如你也不称呼 来生理一样 还是会很普通的 可是啊 很多人呢 都不太相信佛法 那就是善根比较不够 所以 不要去相信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你会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 第四个 见诸众生 掉落在烦恼的河流里 为四处所漂流 像有些孩子啊 跟爸爸妈妈处得不好 就离家出走 一辈子呢 也没有朋友 也一辈子呢 到处去流浪 那他也觉得很苦 像这样的众生 你看到的时候你要想 哎呀 注意 这一场的悲心 不但只是看别人 你看到别人 当然你会生起感动 可是最重要 你也看你自己 我是不是也被痴爱所迷过 我是不是也不相信因果 我是不是也舍离了正法 我是不是也是掉在烦恼和流里 这个很重要 不要只看别人 也要想到自己 这样的话 你才会更精进地发 广大的怨心 精进地学习 因为怕生老病死 所以他不愿意求解脱 反而一直告诉他造业 举个例子 有很多人在生病的时候 他就说 哎呀你的身体不好 也要多杀一些鸡啊 要吃一些鸡汤啊 你才会哭 其实你越杀病越不好 知道吗 可是有些重症很奇怪 你这样讲他不相信啊 你叫他吃素 但要他吃素 营养会不好的 可是你真正确的吗 阿婆你不要杀鸡啊 你就是因为杀了太多鸡 所以呢 你看你的脚啊 都跟鸡腿一样 可是你讲他 他很不相信啊 是不是 众生就是这样子颠倒造业 第二 见证众生 很悲伤悠苦 常常造作很多恶业 没有停止过 比如说赌博的人 一天赌 两天赌 三天赌 偷东西的人 小偷 中偷 最后变大偷 对不对 他从来没有停止过 第三个 看 见诸众生 爱别离苦 而不觉悟 方便燃热 就是你愿恩爱的人 因为业力的关系 有分离 好 注意听 为什么恩爱人会分离 在英国报应经的小 小朋友 特别注意 不可以去打 那个 树上的鸟巢 因为你看 鸟爸爸和鸟妈妈 飞来的时候 他就要照顾小 可是有些小朋友 他不知道 就是很喜欢打 这样打的时候 将来呢 这个孩子会 夫妻会分离的 我曾经呢 有一次小朋友 到我们的山上 石头山 我跟四五个小朋友介绍 你看 树上有一只青蛙 我还没有讲完 突然一个小朋友 就打他了 那我说 怎么可以呢 你看他的杀心就很重 我就跟他说 这个妈妈要好好教 回去要散 跪香 要好好打一打 为什么 因为呢 他无知 他就是看到青蛙 他就把他打死 这样子的话 他将来呢 就会爱以别以苦 佛经里面都有讲的 譬如说 小牛 小牛跟着母牛 小牛还没有长大的时候 你是不可以 把小牛拿去卖你 你像母子都分离了 将来你做妈妈的 跟孩子也会分离 那就是因果限制报 所以你看看到众生 爱以别以是很痛苦 第四个 看到众生 怨政卫 怨政卫部长 不是冤家 巨头 常常会嫌弃的心 嫉妒的心 就是呢 坐在办公室 大眼瞪小眼 我越不喜欢你 你就是坐在我面前 那好吧 那听了莫子琪三十七首 第一个 要唱舞 第二个 乐量要慈悲心 去观察他 你就是跟他太有缘了 所以在同一家公司里面做同事 你想 师母 我怎么不要理他 错了 你不要理他 男性一同开转世 他变帅哥 你变美丽 哎呀 我们两个又见面了 结果你不知道 其实你见面的 就是你前辈子最好听的同事 这是真的 这叫怨政会恐怖 所以佛法他伟大的地方 就是用慈悲的力量去感动众生 接下来再看 第四十二页 四十二页 吉不善业 请看 第一 见所有的众生 在四十二页第二 今天让我讲一个段落 因为明天是最后一次 还有很多寄送要讲 吉不善业 有一者 敬众生 为了爱与我造了很多恶业 现在男女朋友里面 为了成女朋友 也可以杀对方的男朋友 还有假装仙人跳舞 还有派杀手 去干 钱财 我们两个人分 对不对 你都念你 都不是这样演吗 我告诉你 现在我们生活也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 人有时候为了爱一个人 又充分头的 所以 你选择男朋友跟女朋友 或选择你这一生的伴侣 是要很谨慎的 他的品德很重要 他有没有钱 长得帅不帅 其实那都无所谓 最重要他品德 还有心养他 第二 见诸众生 吃到愈没生苦 可是却永远不省一个种欲望 就像吃喝玩乐 杀到一望酒 一天这样享受了 还想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就像赌博一样 一天 两天 三天 我曾经问过赌徒 为什么你每天要赌 他说师父 我就这么甘心 我就相信我 终于有一天我把钱全部赢回来 我说 还好 你们要把这些都输进去吧 众生是很可怜的 他知道明明会造恶苦 可是他却永远不愿意省离 第三 看到众生 虽然想要求做快乐 可却不聚如戒 不聚如戒 不聚如戒 就是不爽戒 不愁吗 沙道 云望酒的五戒 十善开始做 真正快乐 是要从持戒 跟心清静的去做 第四 建筑众生 虽然不喜欢痛苦 可是每天却造理很苦 一 比如说 口 恶毒 讲别人的话 口 讲别人的是非 或八卦 当然一定就很苦 接下来再看下面 造极众恶 四十二页立堂 他说 一者 做建筑众生 毁霸 沙道 云望酒的重罪 不论在家出家 虽然有些 他心里很恐惧 夜来人静的时候 他会想一想 可是这两天呢 他有去做 沙道云望酒的事 你看 他的心还是放逆的 比方说 他虽然脑筋知道 不要去做 可是他多生多迭的习性 就是很难感 我在新加坡奖集的时候 有个妈妈来见我 她说 她有一个小朋友 动不动了 就会偷人的东西 真的 我就跟她说 因为她过去时就犯不道歉 她动不动看到别人的东西 手就这样子 她真的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她也知道不要偷 那不是她的 可是她转着头 她就这样子 然后妈妈问她 她有没有 没有 都才没看到 她就是恶业的信心 她呢 老是都会偷 小朋友都会偷 对不对 爸爸妈妈都也偷 她把妈妈妈妈打了她 骂了她也没有用 最后我跟她说 你要跟她一起成长 她知道了 都偷了 我还要跟你道歉 所以她慢慢有感 可是还是很难 看到别人 手不伸出去了 就是偷到 偷到的结果 手会很短 所以佛呢 生生世世不都到 手是过膝盖 所以一切都离不开因果包 有些众生 他虽然犯了众戒 心里是怕怕的 可是转个头呢 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 所以这就要凶持 控制自己的心 第二 有些见诸众生造了很多恶业 五无间罪 就是杀父亲 杀母亲 杀我阿罗汉 破何何生还 或是杀佛 那凶 凶丸自闭 不生惭愧的心 就从来没有惭愧的心 第三种 也有些众生呢 故意毁谤佛教 毁谤大乘非国说 所谓要毁谤佛讲的 方语的经典的正法 而且很固执 故意跟佛障挑战 而且还起娇慢的心 甚至很多的外道 故意破坏的佛教 这在佛战士的也有 现在也有很多 那来生的果报 都是比较不好的 第四 见到所有的众生 虽然在世间 他很聪明 读了很多书 可是啊 却没有善根 这里的善根是什么 注意听 不胖 不撑 不吃 才是善根 你这些很聪明 可是你的脾气很重 贪心很重 你还是没有善根的 所以有些众生呢 他虽然很聪明 喜欢跟人家好别 可是他却断了善根 供高我慢 反而永远呢 也没有违感的心 所以他就造了很多恶业 再看下一类 不修正法 四十二页 第九 有些众生啊 你呢 生于八难 八难呢 就是呢 佛不在世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 去查佛学词典 最重要是 他听不到正文法 也不想要知道修善 每一天就是 谈语化造 古文世 古文世 古里古独的生 古里古独的死 他一生就没有做过很多善事 就像动物一样 每天吃 每天就睡 就这样子 第二个 有些众生 那众生遇到 释迦牟尼佛出世 讲经说法 听闻正法的时候呢 可是他的业障众 却不能受持 第三 有些众生呢 喜欢外道 却不喜欢佛法 所以苦生修业 想要出离 在印度当时呢 有很多外道种姓 像所谓的佛罗门教 或是很多的外道 举方说有一种外道呢 就是专门拜鬼 他觉得我虐待我的身体 我拜鬼 将来就升天 有些拿铁来擦进你身体 然后很痛很苦 他觉得让我痛 我将来就可以出个鬼 有些呢 甚至呢 就是裸体外道 全身呢都穿衣服 然后精机独立 就拜鬼堆在沙子里面 佛说这些都是外道 其实是错的 这样苦行是没有意义的 他以为说 我虐待我的身体 或是减少我的欲望 我将来就会解脱 佛陀跟他说 其实这不是的 真正的解脱 要从你的心理去修持 第四个 见诸众生 有些人 印度的时候 当时有很多人入场地 他一入定 可以非常非常地 八万四千年 而且他的定中 他可以看到六道轮回 他可以看到 这个天上的一个天人 剁下来就变猪了 变成猫了 然后变成牛了 可是呢 他看到这些牛 将来变成天了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 他就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印度教里面 有很多是重视牛 因为他以为今生是牛 然后呢 白身就可以天 佛跟他说 不是的 事实上你会做人 是因为受了五戒 十善 你从好心 你没有伤害众生 所以白身做人 至于那些落地 与恶鬼畜生的呢 那是因为他造了恶业 虽然在天上 他福报响尽了 过去的业 冻结了掉下来 他就变成畜生 所以佛才告诉他真理 所以这第四类是说 有些众生他禅定很深 这叫飞响飞飞响定 这是两种非常非常深的定 他以为自己正在念团了 结果呢 等到他的功夫一退的时候 他还是要堕落三恶道 在佛经里有一个故事 大致多论说 有一个人呢 他就进入了飞响飞飞响出天 他在胆中 突然有很多乌鸦跑过来 飞了 他就觉得非常的吵 吵死 我竟然要吵死这些乌鸦 他起了这个恶念 结果呢 他一个修行人嘛 对不对 不动念者 一动念了 那些乌鸦都跑掉了 可是呢 当他的禅定一结束的时候 因为他起了这个称心 他念头要杀这个乌鸦 结果他的头胎做乌鸦 生生世世被人家杀了 所以禅定是很重要 我们后面会讲六度波罗蜜 可是禅定不是像石头鸭草 一样每个都没有念头 假如禅定是没有念头 各位看看 你的定版里面是永远没有念头 但定版不会成佛 了解吗 所以定是很重要 但定当中要开智慧 还有在禅定当中 禅定当中 如果他起的念头 当他善业呢 善报尽的时候 他如果起了恶念的话 他可是会落落三恶道 所以从以善 从四十一页到四十二页 才知道 真正要出六道轮回 是很难很难很难的 所以请看下面 四十二页 第十二页 菩萨见所有的众生 无名造业 常业受 这一段我们前面讲过 不就重复 舍离正法 迷于出路 所以卫世等部 菩萨发大慈大悲的 广大的大悲心 至求无上阿那多罗三妙三菩提 如就如然 菩提是 他看一切的众生 都当过我的父母过 一切的众生 就像右手跟左手一样 是跟我一提的 所以当众生有骨脑的时候 我应当要帮助他 让所有的众生 都不要剩余而都成佛 所以这是诸佛子 在《八菩提心经论》里面 略说出菩萨行 原是发心 若广说的话 事实上是无量无边的 接下来我要多讲几首祭寿 先结束 不然我真的会讲过 请看第一首祭寿 四十二一 第十七号 丁一 布施 菩萨无量无边 叫六度万行 简单归纳为六条 第一个要布施 看看诺片 我打了四个字 对字兼探 坚是另次 贪是很贪的 人业 我们为什么要布施呢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 是铁公斤一毛不拔的 你因为一毛不拔 所以你就没有福报 今天有一个人来问我 我说师父 现在经济不景气 对不对 我做生意很不好 没有什么开始 我跟各位讲 第一 做生意不好是全世界 不是只有你 不要害你不过 第二 现在做生意不是拼命的做就会赚钱 你做死了还是不会赚钱的 现在的生意是要动脑筋的 要如理如法的 要去多学习 学过传统的超级市场 就是一个小小的店 什么东西也不分类 你看7-11一开 7-11就是连锁店啊 当然你就没有生意嘛 所以第二类现在做生意要去经营 第三要常常去参观 要去多学习 多学习就是说 人家为什么会发残 你不会发残 因为人家在不断的学习 就算你开一个小的杂货店 也要做得很干净很卫生 人家才要来啊 对不对 假如你在卖水的时候 这边是大便 那边是醒鼻涕 我跟你讲 人家看到参盈这么多就飞走了 是不是 所以不会发残 有很多原因 第三个要不断的学习 第四 用的员工 探度要很好 用人要很谨慎 我曾经去买东西的时候 我发觉有些店的很好 我问他 他有礼貌 我有些人问他 和尚你自己不会办啊 管得你英文很好 他说你这什么大意度啊 我说假如我知道的话 我就不会问你啊 很多人做服务业 你心不甘 情无厌 那你当然就没有生意 中文讲 和气生财 第五类很重要 要有福报 为什么呢 人家开脚踏车店 你开脚踏车店 人家会发财 也不会 因为人家有福报 所以福报从哪里来 注意听 佛用一百 我用佛奖四分之一要故事 我用一百块新币给你领域 二十五块自己养自己的父母 二十五块要假存着用 以便临时固执失费 万一生病了或紧急要用 二十五块呢 要呢 孝顺父母 就寄你的亲朋好友 二十五块才去供养三宝 好 往故众生 知道吗 佛没有将你的钱 全部要全部借出来 佛只要你捐四分之一 所以你看全世界的歌星 为什么他一次慈善演唱会 他不是护教徒 可是他一捐就是好几百万美金 他有福报啊 问题是你没有福报啊 所以福报是要修来的 像田里种稻田一样 你赚一百块新币 对不对 像布施二十五块 可以捐到音乐 雅宝院 孤耳院 孤耳宝院 教育基基 慈善基基 或供养佛堂 供养三宝 什么功能都可以做 我并没有说你要供养我 什么功能都可以做 佛教的功德可以做 非佛教的功德也可以做 只要他帮助众生 所以为什么要讲 布施是对这里的 兼贪跟吝啬 因为我们凡夫都会觉得说 哎呀好不容易赚的钱啊 我干嘛给别人呢 没错 可是你要知道 你没有福报的话 你更应该要布施修福 所以这是第一首 布施是要对置兼贪的用 请看幻灯片 请看二十五宗 求觉尚须舍自身 何况一切身外物 事故当情情不失 而不旺报佛子情 他说假如为了求无上的 阿诺多佛三秒三不提 就像释迦摩尼佛在本身经一样 在必要的时候 连你的身体都要能够割舍布施一点话 那么请问 外在那些粗俗的东西 你怎么可能还会执着留恋呢 因此我们应该去做 希望别人回报 以及来生求我报的故事 有关这一点 佛子们应该好好去思维跟实践 好 看幻灯片 这里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 以佛教的故事注意听 有些人故事给的时候 他会后悔 别去佛堂 或去慈善医院 本来要接十块的心币 想一想 接五块就好了 像我告诉你 不可以有后悔的心 你要想清楚 你有多少的能力 有多少故事 假如你故事完后悔的话 功德会简直办 这是你的心 第二个 我们帮助别人 世间人都是这样 放长线 调大人 我是好朋友 我帮你啊 你将来要帮我 有万一朋友不帮你的时候 你就很生气 为什么你不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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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什么要帮你啊 不帮你是应该的啊 对不对 你要自己帮你自己啊 但做菩萨的人应该这样想 但是我帮你以后 假如你能够帮我呢 我很感应你 你不帮我也没有关系 这叫不希望别人要避愧 知道吗 佛菩萨要精打细算 哎呦 我帮你一分哦 加减乘除 有利息哦 明年要帮我十分哦 不可以这样想 你越是这样想 你的功德越小 第二个 有些人布施就是希望说 哎呀我今生很苦很苦啊 我希望来生呢 做大部分会 做国王跟皇后 好多享受一般 这样的布施也不清静 为什么啊 来生你当国王的时候 糟糕了 你就不会辞述了 你当皇后的时候呢 你也不会来天津了 你只会这样走进来走进来 上个香 拜拜就走了 为什么 富贵就学到难了 所以我们布施是希望一切的众生都能成佛 而不是说 只是希望说 来生呢 有好一点 舒服一点 或是呢 过得好日子一点 这样子的话 布施是没有办法对峙心中的 尖贪气 尖就是吝胜 给攻击一毛骨吧 贪呢 就是贪肉和猎 好 请看一下奋灯片 这是在菩提交里面 我说过 第一天方的收盖 为什么不提家业书圣 因为每供的一朵花 会被一百万亩功德 每供一杯水 就会一百万亩功德 水代表清净平等意思 就像我们的佛堂 或者你家里有佛桌 为什么要供水 水是清净圆满的意思 接下来你看 他们在绕茶的人 也会供花大礼拜 所以你应该尽心尽力的供养 第三 也布施以后 还要发愿于违下 所以布施的功德 是在乎你钱多少 你发愿的话 你观想你的心 就像灯一样 片照无量里面的世界 所以地藏经说 功德跟你的心量 是成正比的 很多人都希望得到 很大很大的功德 可是他并不知道 事实上应该在佛前发愿 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要布施 你应该发愿 发愿以后 才头到功德下 你的愿力广大 无边的时候 你的功德才是大的 就算你小朋友 不是你块钱 他都可以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 发愿跟违下 就是你间的 一百万的心币 你的功德还是小小的 所以佛陀在说的时候 说布施以后 要发愿于违下 这样子你心中 才会有正反光明之灯 好 再讲一条十戒 就到一个段落 请看第四十三页 丁二 四十三页 第四行 十戒 十戒对于是什么呢 请看万能念 二页 我这六度波罗蜜 我都有打右上讲 请你自己抄起来 这是我故意留给你们的功课 免得你打瞌睡 第一个故事要知道对治什么 对治自己 兼贪 兼是吝啬 贪是贪得无厌 那为什么佛教徒要持戒呢 因为你不持戒的话 就会常常造恶义 譬如说 你喜欢钓鱼 杀鱼 煮鱼肉 你一条 两条 三条 就会越杀越多 所以这时候你要持 不杀生的戒律 所以持戒是对治你 不要造恶义 我今天讲的那个故事 出家人他就是喜欢玩皮 披老骨皮 是下人 他喜欢当老虎 最后他真的比老虎 所以可惜我们的心里面 有善念 也有恶念 但是后来他胜利的惭愧心中 哎呀 他不一定是个出家人啊 为什么可以吃出家人的时候 他惭愧心生起的时候 哎 他哪 股皮就掉下来了 所以惭愧心是很重要 知道吗 所以持戒要常常有惭愧的心 请看经文 二十六 不借自立 尚不成 欲成 就实在是可笑 所谓无界 简单的讲就是 没有道德跟品德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文武百官 他虽然很有权力 很有钱跟权 但是啊 但是呢 有时候他们的品德是很不好 像比方说 用权势来欺负人 贪官 无力 走后人 或是种种的 就是做一些不如法的事 甚至一个工程呢 就从上面呢 像比如说建议道路 从上面的一直跟前跟到下面 我告诉你 你不可以拿的 将来会有果报 那假如一个没有品德 没有借利的人 连帮助自己的事情都不可能做了 那何况呢 除了利益众生的事情呢 那实在是太可笑 因此 我们应该去守 守什么呢 守戒律 而戒律呢 不要以求说三有 三有是 御戒 色戒 无色戒 持戒 它会有福报 持戒持得好 来生可以生天 可以当天人 天人呢 身体是呢 有光的 身上呢 挂满了珠宝 而且有花朵 新人是很漂亮 它动一个内头都会飞的 可是呢 听好 我们实践的目的 不是希望我们将来到天上去享受 为什么 天上的呢 他没有余太多了 享受太多了 所以天上太快乐的时候 他也不会想学佛法 他每天就是出去啊 享受 享受 就像现在有钱的年轻人 对不对 每天都去逛街啊 吃个玩乐啊 看电影啊 回到家里 本着没有钱包包包包给他 那是他的福报 可是他不知道 正情是很难的 你福报用光了呢 你就没有情了 同样 天上的人 成立在古玉的快乐里面 当他用完了 造了恶业 他是会堕落的 所以我们实践 是不要祈求 生到 玉界色界跟古色界 是享受 人天的安乐 有关这一点 佛子呢 应该好好实践 所以 其他幻灯片 实践要联手 补界实善 潘恰西了 就不可以杀到遗忘 这我在 以前 八蛋老师讲过 《十善业绕经》 讲得很详细 有空的 请你可以清以前的DVD 这个呢 是在伦彬林园 进入佛出生的圣地呢 在外面刻的一个伦彬林园 Foundation 用石头雕的 不管南传 北传 藏传 和佛教徒 无论在家出家 都要联手 五戒实善 就一天我多说几句 假如有一个人 不管他是仁波切 或上师 或法师 或在家居士 告诉你要做的事情 是破五戒实善的话 那是绝对不是佛法 这点要小心 因为真正的佛弟子呢 是不会去做五戒实的 违反五戒实善的恶业 好 那持戒波罗宾像什么呢 看看能点 像蜡烛 各位 假如我现在点蜡烛 放在你的庆口旁边 那蜡烛的风呢 一定是会被吹行的 那你点灯或拿蜡烛的时候 一定要用手把它这样遮住 对不对 这个代表戒略的功德了 我们的心中有一个正乎的光明之灯 假如我们不持戒的话呢 外面的风就会刮很大 你心中的智慧的灯啊 就会吹息 那你就会受苦 因为你造恶业 为心所现 将来你就会地狱恶鬼出生 所以为什么地藏佛萨本缘经里面说 沙世越多了将来那时候 做出素秧短命法 你喜欢啊 炸鱼啊 炸螃蟹啊 将来你就掉到油锅里面 就被人家炸了 这就是因我报应嘛 所以持戒波罗密要产生叫做 设定一戒的功德 要常常想 你的心就像一个蜡烛一样 要常常保护它 不要被它风吹息了 好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 明天是讲经最后一天 明天会讲43页第16行 安忍波罗密 请各位朋友 从43页预习到49页 好不好 我明天呢 会开吴舍集 全部会把它讲完 好 所以很高兴大家 在反玩当中呢 来听很多经 各位是很有善根的 接下来 接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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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